最近这几天半夜三更的 老听到帐篷外面有这个动静 走过来走过去的 搞得怪圣人的 这回这个天马上就要黑了 今天我帮这个周围的树叶都给挪开了 马上搞一点这个面 往这个四周撒一撒 等明天早上的时候就能看到 是什么留下来的足迹 然后半夜的时候 我们一拿手电筒出来照一照 现在咱们整一点这个面缝 开始撒 为了让我在这里睡得踏实 睡得放心 不得已采用这个办法 装这个摄像头的话太贵了 而且还是荒郊以外的 用电的话比较困难 所以咱们整一点这个便宜货 抓一把这个面粉 咱们顺着这个周围 来一点点撒吧 撒上这个面粉之后呢 这个足迹踩上去 它就能看出来了 但愿今天晚上别下雨 下雨的话就泡汤了 帐篷的前面呢 撒的差不多了 咱们再帮后面这一块撒一撒 然后昨天睡觉的时候 就是这一块传出的这个动静 好像是每天晚上都有 啊 奇奇怪怪的 咱们这一块也多撒一点吧 除了撒的不均匀以外 其他的话好像 没有其他毛病啊 本来我想撒的都是白白的 可没想到这个撒的功夫不太好啊 只能这么来吧 踩在上面的话 应该是有足迹的啊 帐篷的后面这一块撒好了 用了大量的这个面粉 然后咱们再搞一点吃的 放在这个面粉上面 只要它今天晚上赶来 绝对会让它圆形毕露啊 不光帐篷的后面 咱们前面这一块呢 也撒了不少面粉 整体一面都撒的话 路上的人看到也蛮奇怪的 所以就不整那么大的面积 我们再给帐篷的这一块 也稍微的再整上一点吃的 只要它往上面踩 绝对能看得见 然后我们的手电筒 随时待发 今天晚上 势必要帮它给揪出来 外面的天已经非常的黑了 这会已经到这个帐篷里面来了 现在的话是晚上的五点多钟啊 天罗地网都布置好了 静静的等待 半夜三更传出的脚步声音 走路声音 看看究竟是什么 是人为 还是有小动物 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这回的话好像开始起风了 外面的树叶花枝花枝的响 帐篷前面这一块也是被吹得来回的动 外面的话还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啊 咱也说不上来 不过这个脚步声音还没有来 因为现在的话才七点多钟啊 大概还是需要要等上 大概还需要等上三个小时左右啊 可以清楚的听到很多的树叶 掉落到我这个帐篷上面的声音啊 非常的明显 听一听 这声音就好像有人在这个帐篷外面 扔一些小树枝 砸到我帐篷上面的声音一样 可以隐隐约约的听到 好像是河那边传出树话的声音 好像还有吹喇叭的声音啊 非常的响 而且不远处的话 好像还有狗叫声音 今天晚上注定不会太太平啊 昨天晚上的风太大了 完全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 导致睡觉睡得比较早啊 一觉睡醒的话 现在都早上的八点多钟了 昨天挂了那么大的风啊 我感觉我的面风白洒了 这回准备出来看一下吧 从这个帐篷里面出来 感觉好冷呀 昨天刮了一夜的风啊 看这个地上全是树叶 昨天在这个地上撒的这个面粉 居然没有被吹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比较低吧 看一看 吃的好像也没有少啊 还在这一块 可能昨天的那个洞景没有过来 也许是感觉到我这周围撒了面粉 帐篷后面这一块也是可以看到啊 很多的面粉被吹得稀稀散散的 昨天洒 昨天洒的时候啊 这个树叶上面还没有这些面呢 没想到树叶落了之后 很多的面还吹到了这个树叶的上面来啊 可能昨天晚上比较冷吧 然后小动物或者是啥没有过来光过 只能期待着明天吧 也有可能是温度太低了 没出门啊 昨天的计划布置的那么好 周围都扫干净了 还搞了点面粉 神能想到起大风 降温 很多的面粉都被吹跑掉了 该等的没等到 只能说是下一次了 所以说也得看一看这个天气啊 现在这个天也亮了 所以说这个洞景的话不会来了 只会等这个晚上的时候才过来